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 升麻二百思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之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一种疗疗剂 今天又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种同类疗法的灵丹妙药 叫做Akalypha Indica Akalypha Indica A-C-A-L-Y-P-H-A Indica I-N-D-I-C-A A-C-A-L-Y-P-H-A Akalypha Indica I-N-D-I-C-A 我们翻译做叫做印度的铁燕菜 铁燕菜 也有些翻译叫做印度的陈麻 因为英文的名字叫做Indian Nettles 所以也都把它翻译做印度铁燕菜 我们叫做印度铁燕菜 好了 这个疗剂虽然是一种一个小的疗剂 但它有一些很独特的应用的范围 其中主要是在呼吸系统那里 呼吸系统的症状通常就是 有咳咳 很严重的肝咳 接着就会有吐血 记住 是呼吸系统的毛病 可能是肺炉 也都可能是肺癌 而它咳得来 就会有吐血的现象 尤其是 就是早上早上是差的 和晚上 通常它会早上是吐很鲜的血 到黄昏就会吐一些深色的 就是凝结了的血 通常咳咳也是 到晚上就非常有痰的咳 所以用的是肺癌方面 又加上吐血 记住症状是早上早上是差的 在同类疗法 有一位很出名的 Dr. Grimmar Dr. Grimmar 曾经过去 就是用同类疗法 去医很多癌症 根据Dr. Grimmar 的经验 他说Ecalyptus可以用在肺癌上 主要症状就是 有严重咳咳的肺癌 有严重咳咳 接着就是会吐血 通常是吐的鲜血 这个头组是鲜红的 到黄昏就会变成黑 还有是乳黑 还有是凝结的血 通常在肺那里 你去敲击它 就是有一种沉沉的声音 还有胸厚 会觉得很痛 当然是慢慢地消瘦 而胃都有一种 有种沉 有一种坠的压力在胃部 还有有一种消烈的 一种灼烈的感觉 接着就 吐血 吐血得来 放屁是可得比利伯拉的气 这个是Dr. Grimler 应用在肺癌病人的阵营 就是刚才所说 肺癌有严重咳咳 神祖肚血是鲜红 黄昏肚血就变成暗色 还有是有乳血的 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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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沉沉的声音 还有很痛 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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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有但等 fading 很有症原因 与伴有大便 就是肺癌 肺癌 可败有多气 而且排出的分辨 是大声 也可以这样说 ini 这个印度铁盐材主要的用法是用在这方面的症状 刚才所形容很清晰的 如果大家是遇到肺肺的问题 可能是肚舍的问题 无论它是严重的肺脑或者肺癌都好 都可以考虑试一试用这种 Aca Lipa Indica 这种灵丹妙药 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发疗剂 可以在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拜拜!